在我国五个民族自治区中 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化建制是比较有民族特色的 地级的蒙 县级的旗 都是内蒙古区别于其他省份和自治区的一个特色建制 内蒙古之所以称之为内蒙古 除了当地的主体民族蒙古族 很大程度是其采用的蒙旗制度和特有的行政区化名称 可以说 蒙旗是与内蒙古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没有蒙旗就没有内蒙古 过去蒙古人在大草原游牧迁徙 无论是横扫欧亚大陆 入主中原还是退守漠北 在他们自己心中是没有内外蒙古之分的 有的只是各种名目凡多的部落之分 那么内蒙古为什么会有独特的奇蒙行政单位呢 我们先从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开始说起 在宋经时期草原上分布着各个部落 起岩部 塔塔尔部 克列部 乃蛮部等等 这些部族各自为政 互相攻伐 直到1206年 成吉思汗统一草原才结束了这一局面 他将原先的部族拆散 以封实际一的原则 将部民编为百户千户 封给家人和功臣管辖 这是蒙古有行政编制的开始 到了元代一统江山的时候 草原老家成了临北兴盛 临北省和内地其他省的行政体系就不相同 临北省下边不设置陆府州县 而是由一个个王公贵族的丰敌爱马克构成 爱马克下面在设置十户 百户 千户 实质上和成吉思汗时期没有太大的不同 在这个体系中 投领世袭网替 上下级之间有非常严格的隶属关系 蒙古棋手有编制有单位 故而有组织有纪律 战斗力也就体现出来 这也是他们能够打翻全世界的原因之一 后来蒙古人被朱元璋赶回了塞北 元汉亭衰落 内部纷争不断 大家都是黄金家族的后代 又掌握了不少资源 一些人控制了好多个爱马克 称之为恶托克 这些贵族们谁也不服谁 互相打来打去 而原来依附于大汉的森林百姓瓦剌起 要和蒙古本部一决高下 就这样草原上陷入了一片混乱 大约到了明朝洪志正德年间的时候 黄金家族里终于出了一个人物 就是达严汉 他打跑了瓦剌人 再次统一了蒙古各部 并废除了长期被瓦剌人占据的太师一职 设立了技农职位 由大汉的嫡子或兄弟担任 强化了汉庭的权威 同时重新编排了蒙古各部 他把蒙古各部主体部分 分成左右翼共六万户 万户总理旗下的恶托克 左翼三万户 查哈尔部 乌哈梁部 喀尔喀部 又以三万户 厄尔多斯部 土莫特部 永泄部部 查哈尔万户为大汉之侠 厄尔多斯万户为济龙之侠 其他各部的头领 也都由达严汉的儿子担任 这六万户的划分影响深远 直到现在蒙古国 还自称是喀尔喀蒙古 这喀尔喀就是当年达严汉 划分的左翼万户之一 但是达严汉死后 蒙古各部又重新陷入了分裂混战 他采取的集权措施不够彻底 各部就像当年周天子 册封诸侯国一样 首领世袭网替 而大汉也只管一部 力量和诸侯也差不多 时间久了 之后就疏远 相供如仇仇 诸侯更相诛法 天子福能尽职了 其次 达严汉没有把瓦剌部 统一在他的体系内 蒙古一些较小的部族 也没有被他收入囊中 比如后来为大清一统江山 立下汉马功劳的科尔钦部 过而 必须要有一种更强大的政治势力 有更广阔的控制范围 能建立一套更有约束力的体制 才能够确保蒙古草原的稳定 到了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 他建立了一套八旗制度 旗下丁壮平时为民 战时为兵 被满洲贵族牢牢控制 在满清势力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不少蒙古部族或被满清政府或主动投奔 开始清政府把他们编入满洲八旗 再到了1634年时 黄太极击败查哈尔大汉林丹汉之后 所获壮丁无数 于是便专门搞了一个蒙古八旗 这就是其在蒙古民族内推进的开始 蒙古八旗是从属于满洲八旗系统的军政议体组织 同后来蒙古的地方行政区旗还是不同 1636年5月 黄太极在圣经会蒙蒙古十六部落四十九王宫 将蒙古划分为四十九旗 原来的王宫为扎萨克 就是旗掌 这里搞的才是真正的行政旗 这些行政旗由原先的鄂多克 仿造八旗制度改造而成 若干戈旗定期进行盟会 故称为旗蒙制度 到了1640年 黄太极宣布飞出原先的万户 鄂多克等单位 全部按其划分管理 齐蒙制在清空漠南地区全面实行 齐蒙制度随着清朝势力 在蒙古地区的扩张 而不断地被推广 抗西三十年1691年 漠北蒙古归附清朝 外蒙古开始实行齐蒙制 雍正二年1724年 青海等地的鄂鲁特蒙古 开始实行齐蒙制 到了乾蒙攻略准戈尔后 基本上大清帝国所下的蒙古地方 都实行了齐蒙制度 清朝将蒙古部族 大致分成三类管理 八齐蒙古 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 八齐蒙古至同满洲 驻防全国自成系统 草原上的蒙古部 大都属于后两者 而其中又以外藩蒙古为多数 再来看看外藩蒙古的齐蒙 其所谓的外藩 就是由部落首领自治 蒙古领主实习 担任旗长称为扎萨克王爷 旗内领土皆是他的封地 旗内人丁都是他的属民 扎萨克的办公机构教和朔衙门 设有两名协理 一名主管 一名梅林级总兵 合称长印武大臣 旗下一级设有苏穆 苏穆的主官叫做苏穆张经 苏穆在下一级称为昆都 相邻的几个旗 每三年盟会一次 由中央指定的旗长任政府蒙长 蒙长和中央特派员一起召集盟会 向各个旗部指中央任务 传达朝廷指示 并清点统计各旗人口经济数据 汇总半截司法案件汇报给中央 清朝时期的盟本身没有行政机构 还不算一级行政单位 只是起到对与盟主旗的监督和协调 联络作用的一个委员会 那属蒙古的旗 由使中央直接委派官员管理的 任命总管 副都统 散至大臣为旗长 旗下有左领 参将等官员 内属蒙古旗 几乎不会蒙 直接由将军 都统等封将大力管辖 可以说 外藩蒙古是充分自治 内属蒙古是中央执管 内属蒙古 很多是由原先的外藩蒙古 因为叛乱被镇压 改土归流而来 最大的内属蒙古部重 就是查哈尔部 清康74年 查哈尔亲王布尔尼觉得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嫡系正统后裔 怎能屈居人下 于是趁着三藩之乱的时候 起兵反清 结果不到两个月 就被清庭镇压了 康熙把查哈尔部设成八个内属旗 使用正香红黄白蓝旗的名号 人称查哈尔八旗 中清代义赵 内蒙古地区共有六个蒙 吉泽里木蒙 昭乌达蒙 卓索图蒙 西林郭勒蒙 乌兰查布蒙 伊克昭蒙 按部落共划分为四十九个旗 最多的昭乌达蒙有十一个旗 最少的卓索图蒙有五个旗 最先归顺清朝的末南蒙古 被称为内扎萨克蒙古 他们与清朝的关系最为亲密 康熙以后归顺的末北卡尔卡四部 被称为外扎萨克蒙古 后来 清朝在青海 新疆 核桃西部的蒙古人中间 也建立了完善的扎萨克制度 康熙年间以后 对末南蒙古就逐渐以内蒙古称呼制 在如今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范围内 除了六蒙四十九旗 还有四个较为特殊的地方 查哈尔总管齐 规划成图莫特都统齐 呼伦贝尔都统齐 套西二齐 查哈尔部过去是蒙古大汉所在部落 规划成图莫特是俺达汉的后裔 他们的地位较高 对清朝统治者威胁也较大 所以清朝废除了他们的自治权 而改由朝廷派官直接治理 呼伦贝尔地方的巴尔虎人和俄鲁特人 是从其他地方迁徙过来 归顺清朝的 由清朝社官统一管理 套西二齐 包括阿拉善旗和俄吉纳托尔呼特旗 他们是由较早归顺清朝的 和硕特部和托尔呼特部组成 直属里藩院管辖 不属于任何一个蒙 内蒙古的蒙旗制度 从清朝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民国虽然实行共和制度 但是在内蒙古 青海 新疆等地 当地的蒙古王公贵族 一直延续着他们的封建统治秩序 保留着对本期的统治权 蒙古人民发起民族民主革命以后 魅蒙古地区废除了一切封建王公特权 蒙旗制度名存实亡 但蒙旗作为地名一直延续至今 只不过频繁的区化调整 使得各蒙范围和清朝六蒙完全不一样了 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清代不曾出现过的新的蒙旗 包括查哈尔蒙 以原清代查哈尔部左翼四旗为基础建立的蒙 1937年成立 1958年飞除 所属地区并入西林郭勒蒙 巴雁塔拉蒙 以原清代查哈尔部右翼四旗 和规划成途莫特附近各线为基础建立的蒙 由韦蒙政府的德邦 在1937年11月建立 1945年8月 日本投降后 随即撤销阿拉善蒙 1961年 将阿拉善旗 拆分为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右旗 1980年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右旗 与俄吉纳旗 一起组成阿拉善蒙 阿拉善蒙建立后一直延续至今 新安蒙 在韦满时期 这里曾设立过韦新安省 主要包括清代哲里木蒙的一部分辖境 1946年第一次成立 1952年撤销 1980年再次恢复 呼伦贝尔盟 以清代的呼伦贝尔都统齐 和韦满时期的韦新安东省 新安北省为辖境 1948年 成立呼伦贝尔盟 先后归内蒙古自治区 和黑龙江省管理 2001年10月撤销呼伦贝尔盟 设立地级呼伦贝尔市 纳文牧人盟 1946年成立 辖境为大兴安岭东部地区 盟首辅施金扎篮屯市 1949年 纳文牧人盟 并入呼伦贝尔盟 新建的各盟中 只有阿拉善盟 新安盟 一直延续至今 而清代的内蒙古六盟中 除了西林郭勒盟以外 其他各盟 已经全部撤销 在这些旧盟的基础上 新成立了地级市 其中 赵乌达盟改为赤峰市 哲里木盟改为通辽市 伊克昭盟改为厄尔多斯市 乌兰查部盟改为乌兰查部市 巴雁闹尔盟改为巴雁闹尔市 仅就这三个盟来说 阿拉善盟 新安盟成立较晚 真正能够延续盟旗制度 本源历史精华与现实基础的 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西林郭勒盟 原有49个旗 也陆续合并 还出现了一些清代不曾有的新旗 如达尔汗茂名安连河旗 阿荣旗 莫利达瓦旗 一些旗还纷纷改名 如阿巴哈纳旗 更名为西林浩特市 俄尔古纳左旗 更名为根河市 俄尔古纳右旗 更名为喀尔古纳市 民族文化有很多种 在体形式也丰富多样 包括语言 文字 歌舞 服饰 手艺 饮食 地名文化 无疑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民族文化 过去 我国各民族自治区中 除了内蒙古 仅有西藏 有自己独特的地名宗 但在成立西藏自治区前后 再宗的基础上 将其合并成立了县 有特殊地名的 就只有内蒙古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内蒙古 硕国仅存的三个蒙 撤蒙设施 恐怕也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作为相当于地区的蒙 撤销设地级市 不足为奇 本质上蒙和地区 地级市 除了名字外 没有任何差别 都是省籍和县籍之间的 一级行政区划 但蒙 其依然有着 十分明显的蒙古民族烙印 保留有浓墨重彩的历史印记 视线用于一般命名是正常的 但对于内蒙古自治区来说 极富民族特色的地名 不仅可以彰显民族地域特色 将这一特殊称谓的地名 完整保留下来 更是一笔宝贵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有序历史传承 作为历史的见证 蒙和其的保留 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 蒙 其不管当初意味着什么 如今早已成为蒙古民族的一个符号 采取一种保护是必要的 2nd 去冰箱线杀 适宝购物货币 挥重线杀 2nd 去冰箱线杀 2 带 3nd 去冰箱线杀 4nd 来冰箱线杀